本事業裡面的行銷的工作呢 也是子君在負責 那相信大家如果有訂閱的話 都會發現 販科學的行銷功力蠻厲害的 所以就是曾經團資的同事的內訓呢 也找子君來分享過 那我覺得其實公民記者啦 或者是大家在各自的NC 有做EVA 也蠻需要這樣的功力 所以今天就最後一堂是邀請子君來分享 他非常的年輕 所以我就 他應該也不會希望大家稱他老師 叫我子君就好了 好 我們熱烈掌聲歡迎 大家好 那個因為我比較好動 沒關係 這樣會太大聲嗎 應該不會 OK 因為我比較好動 所以我喜歡站著 我會跳來跳去 那就是 之前去跟環智的夥伴 就是有一些簡單的分享 不過今天的內容就更多 因為最近就是比較多場 然後再加上就是前陣子學運之後 其實在社群網路上面的一些 那個風氣又比較不一樣 那其實有更多的精彩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的內容會稍微多了一點 那不過我相信就是對於有在經營Facebook 或者是有在使用Facebook的朋友來講的話 就是今天應該可以讓你們多了解一下Facebook 在社群網路上面到底要怎麼樣做 好 那 那我簡單一下介紹我自己好了 就是我在東海 我大學的時候是念東海生物系 然後我畢業之後就去台大念昆蟲研究所 那其實昆蟲就是大家應該知道 它其實也是生物 只是因為我在生物裡面特別喜歡蟲子 所以後來就很幸運就是依著自己的興趣 然後去念了一個研究所 不過呢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就發現說 其實我比較喜歡講故事 然後我不喜歡做研究 那因為做研究其實是一個很漫長的路 就是你要在一個題目裡面就是埋了可能五六年 甚至十幾年都可能 那對我來講我是比較喜歡一直接觸新的東西 所以後來我就是剛好有這個機會就加入半科學 那是做類似就是傳媒的方面的工作 那其實說是做傳媒 但是其實現在網路媒體的趨勢是說 一個編輯他都要知道就是很多就是十八翻五億 那其實這聽起來就是可以讓編輯變得很厲害 但是其實這是反映出就是國內在網路資源上面的就是匯法 這是一個困境 就是說因為其實現在大部分在傳媒上面的資源 還是就投到那個傳統媒體上面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如果經營網路的話 很難拿到一些就是跟傳統媒體比較起來 是比較少的資源 但就是很奇怪的是現在其實那個 以Facebook 以上網用戶來講 台灣大概有1400萬上網用戶 那Facebook的帳號也有超過1200萬 是有在使用的帳戶 所以其實就是覺得說應該就是網路上 應該媒體的資源應該要就是ship到這個網路上面去 不過這個應該是我們會繼續努力的地方 好那因為就是一個人要懂很多東西 所以就是我同時也是專欄作者 就是我不是只有在編輯文章 我也會寫一些文章 那同時因為有一些美術編輯的需求 所以其實我也會自己用一些美念 好然後因為就是自己學了很多東西 所以就是有一些經歷可以就是跟大家去分享 比如說我之前去Tennis Taipei 那其實Tennis Taipei那一場我去講的主題 其實有點像就是一開始有提到 就是說現在大家都會寫作 就是現在很多人願意寫作 然後會寫作的人也不少 但是就是其實真的讓這個寫作有力量是 後面你怎麼把這個文章寫出來之後就傳播出去 這樣才會真的產生力道 那我在那一場分享就是提到說 其實整合是一個很重要 不過這等一下我會詳細來講 那等一下我先轉一邊 好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就是我們泛科學在做什麼 那因為其實泛科學做的事情就會很雜 然後所以我通常會用一個故事來把它貫傳過去 就是我像不知道這邊有沒有人看過 就是晉級的巨人這個政治動漫 好那其實就是我們我們在做的事情 有點像這個動漫裡面在做的事 就是說其實我們在就是對抗的是 就是晉級的衛科學 你可以想到裡面的反派小說是就是巨人 那對我們來講我們要去對抗的是衛科學 但是其實衛科學跟巨人其實有點像 就是說在那故事裡面 就是這些巨人有不同的尺寸 然後越高的當然就越厲害 那當然有一些小人 好那其實在生活中我們衛科學也很多 就是不同的 有一些是會讓很多人覺得很驚恐 然後呢有一些是可能就是無傷大量 就是大家笑一笑就帥 可是這些對我們來講都是就是不正確的資訊 所以我們泛科學就是一開始成立的初衷 是為了就是去補足這個資訊中間的落差 好那舉個例子來講 我們去年的那個年底就有列到一個大巨人 那這個人呢就叫劉寶傑 好那這個節目可能就是有些朋友看過 叫做關鍵時刻 那去年的時候因為年底有一個社會的社會事件 其實他是一個悲劇 就是一個傷心的故事 就是說有一個家庭然後他們不喜歡某個小孩 然後他就把他奶粉裡面就加了鈉 那就是加了鹽 那喝了以後就是他就是因為身體的電解質就是失本 然後最後死掉 那寶傑他節目什麼都談的啊 從外星人談到就是那個地球上的事情全部都講 那當然就是毒奶這件事情他沒有講 所以他就說那個鹽是氯化鈉 然後呢他們就找到一個節目就是把鈉這個粒子丟到水裡面 然後他就會劇烈的反應然後就爆炸 然後他就說你看這個鈉加到水裡面會爆炸 所以呢你吃鹽是氯化鈉 所以你吃進身體裡面你的細胞就會爆炸 然後呢這件事情對於就是有修過中學化學的同學來講的話 他是很直覺的就知道哪裡不一樣 因為其實氯化鈉裡面的鈉離子跟就是會爆炸的那個鈉顆粒是不一樣的 但是他把它混為一談然後就把它講得非常精熟 那我們有一些科學家他就非常認真 雖然說這是一個娛樂性節目 可是呢就是科學家還是很認真的看待 然後就寫了一個文章來判駁劉寶傑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有一些作者 然後他們有一些專業的背景 像他寫這篇文章是東武的一個化學老師 然後他平常是教通識課 所以他寫了這文章之後 他就告訴大家說什麼是正確的資訊 好那其實生活中還有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有關衛科學的一些資訊 比如說有人會講說像奈米能量生成水啊 就是這個水就比人對身體好啊 可是其實對我們科學家來講 我們會認為他只是一般的H2O 那到底好在哪裡是不是太誇大 這些都是值得去批判的 那還有像什麼海洋生成水啊 然後還有像太守戀啊 那有一些就是保健食品到底有沒有效 這些都是我們在戰上面會討論的 那當然衛科學只是我們網站上一小部分 我們還有談很多 不過我們主要就是一開始的初衷 是為了打擊這些衛科學 好那這些這些議題其實也像我剛才講那個 近期的巨人的動漫一樣 就是說人類活在一個就是城堡裡面 然後城堡外的巨人就會一直想要翻牆過來 就是把人類吃掉 那其實這些訊息他就不斷的出現在我們生活中 其實就跟巨人一樣 那他可能會出現在電視上啊 然後或者是email裡面啊 或者是我們逛社群網路的時候都會出現 而且我們也就是要極力的一直去對抗他 好那既然教隊要看到他的話 在這動漫裡面就是有一個兵團 就叫做調查兵團 他專門在打擊巨人的 不過呢我們實際上沒有那麼帥 大家轉過來就是像這樣 那其實不只這幾位啊 其實我們還有好幾位專家 就是大概比較活躍有在寫文章 就是三四十位 那這些專家其實有些是大學老師 然後有些是研究生 不過不管怎麼樣就是說 他們有一些自己的專業背景 那他們就是也很樂於跟大家分享 所以其實當他寫出來的東西 一個是大家看得懂 因為他樂於分享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有專業背景 所以大家會比較信賴他的資訊來源 那對於編輯部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 畢竟雖然我是學生物的 可是其實生物也有非常多次領域 包括說像醫學也算是生物的一部分 但是其實醫學又太專門 所以對我來講 如果今天有一篇醫學文章要我審 其實我也沒辦法審 所以就是說我們的做法 就是我們相信作者的專業 那他的文章只要附上資料內容 然後他就可以公開給大家看 那由大家來從裡面挑錯 這我等一下會再詳細來講 好那我們就是這樣營運大概三年多 我們這樣子踢爆人家的衛科學 到底是有效 還是只有在我們的圈圈裡面 自己在那邊看很開心而已 那我要舉個例子就是 剛才這位大姐也知道 就是這個巴登諾德信主 他這個實踐 那可能大家對這個名字就比較陌生 所以呢 我這邊就舉一個報告 大家可能都有看過 因為在那個時候就是這位法王 他就號稱說 他自己頭上就是破一個洞 這樣就是老帶的洞 然後他就就是很 又很大肆的就是 貼廣告 然後告訴大家這件事情 那佛教他們 就是說 宗教不是我們守備範圍 畢竟我們談的是科學 可是為什麼我們談這件事情呢 那主要就是因為 他為了證明自己頭上的一個洞 他還用了就是MRI的這個影像 來證明他頭上的洞 那既然他用的是一個科學儀器 所以當然就是我們就是 能談的範圍 所以呢 我們有一個老科學專家 他就針對說這個造影的現象 來去談說 人的頭不太可能有這麼大的洞 因為其實 那個你腦袋外面有一個層 就是叫血腦屏障 然後如果那一層破了 那其實你圍生物進去一下就死掉了 所以其實他就是不太可能破這麼大的洞 然後又在外面走來走去 那如果假設要有這個造出來是這個樣子的話 會是有哪些原因 那也在那個文章裡面寫 那這篇文章就是後來被公式轉載過去 然後就讓這些信徒看到 那這些信徒就很生氣 就是去公式前面抗議 那這些信徒去公式前面抗議的時候 我跟總編輯看到也很生氣 就會覺得說 欸那文章好歹是我們寫的啊 怎麼會不在我們這邊抗議 有點被疼漠的感覺 總之就是 就是支起來 因為我們還很小 那不過就是說 我們的文章確實是可以 就是戳到一些要製造衛科學訊息的人 他們是會在意這件事情 而不是說我們只有在我們自己的圈圈裡面 就是自己談 那既然有衛科學 然後有人在檢測這些衛科學 那我們是不是從此就過了幸福快樂的日子 那當然不是 不然的話我工作一下就沒了 那其實這是一個有不止盡的戰鬥 然後呢 這個這時候要談一下就是說 在這部動辦裡面 其實他有兩個 就是有幾個兵團 剛才我講的是調查兵團 就負責就是去擊敗這些巨人 那另外一個兵團叫駐紮兵團 他其實比較像後人的單位 那我就會把編輯部其實比較定義成是這個 像駐紮兵團的角色 也就是說呢 其實 作者他們 用他們的專頁去寫出一些 破解未科學的文章 可是呢其實 你要怎麼讓更多人看到這些文章 是另外一個很大的專頁 而我覺得 就是對作者來講 就是他不太可能再花心思去研究這些 因為他們大部分就是 你看他要做研究 然後又要教學 然後還要被查障 對不對 然後還要升等 就是充點數 所以他能擠出一點時間寫 給大家看的科學文章 我們就已經覺得非常的榮幸 那所以剩下來就是我們的工作 我們編輯部呢就是要想盡辦法 讓這個文章給更多人看到 好 那所以呢 其實我有很多工具 就每天都在看這些 很像就是股票主要 就是 我看說大家從哪裡來 然後讀了什麼文章 那這些文章他們又停留了多久 然後大家大概一天都來講事之類 對 所以其實就是數量非常大 好 那這些數據我等一下會就是細講 不過呢就是我要講的就是說 以泛科學還有現在大部分在台灣要去傳播資訊 然後在網路上的話 大部分是通過Facebook 可是其實Facebook它是一個非常行惡的環境 怎麼說呢就是 就是如果有在就是常用Facebook的朋友 應該會注意到你的牆上會有超多的訊息 有你朋友的 然後有你訂閱的粉絲團 那對我們來講的話就是 其實我們最大的敵人 不是來自於那些產自衛科學的單位 而是其他就是內容比我們更有競爭力的單位 那我這邊舉三個例子 就是這三種就是在我牆上會出現的圖 第一種呢就是 因為我是一個喜歡女生的異性戀男子 所以我難免會去訂閱一些就是小摩特他們個人的粉絲頁 那他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活境況 比如說早上就會問早安 晚上就拍他跟食物的合照之類的 那就是他就會貼出來 好那你看喔 這兩分鐘就已經觸及 就已經有155個人按讚 好 那這對大家來講非常有吸引 因為在牆上 然後呢 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我的朋友可能會分享一些好笑的東西 比如說像這個 就是一隻貓是欣賓另外一隻貓 就說這九北七 然後就覺得很讚 我就點進去看 好那最後呢 如果我還有時間的話 我才會去看說 比如說上下流或是環織 他們最近有什麼認真議題 只能去探討 好 所以這時候你要想 這三個訊息同時出現在你的牆上 然後你在滾的時候啊 其實每一則訊息不會在你的眼前 就是流超過兩秒 也就是說呢 一則訊息 你只有在兩秒之內可以決勝負 要嘛就是 有人點進去 不然的話 他就被埋掉了 所以說這在Facebook上面 就是競爭非常非常非常的強 那你就必須要非常多的心思去打敗這個 或者打敗這個 那就是 就是越多人點這樣子 這一則訊息才會有意義 不過呢 這邊有個前提就是說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